2016年的12月31号上午5点钟 我们已经来到等坐阿里山的小火车 打完蛇饼现在5点半 我们5点上到来 是正常的OK的 明早就恶劣了 1月1 Hello 弟弟 好了上火车了 2016年最后的一天上午6点半 我们上到来阿里山 小时的5点半 小时的4点半 最后的5点半 小时的1个 最后的1个 好美的雲彩 太陽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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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看太陽出來了 不要看太陽出來了 看著螢幕 怎麼有兩個人 這樣我來接受的很好 好 好 不行 他沒人群人 他沒人群人 我停了 我停了 出了 出完了 今天真是感谢主 好好天啊 第一个天亮度 我们在阿里山走下山脚 感谢主 还有很漂亮的红叶 在阿里山一路走下去山脚 一路都是很漂亮 今天天真是很漂亮 来 今天天真是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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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天真是你 最后一天 我们来到 2016年的最后一天 我们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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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开了阿里山 看完日出 来到奋起湖 风景区 真的一下车就看到这么漂亮的櫻花 天色又好 这里很好走 感谢主 奋起湖 有种狗糞的感觉 奋起湖不是一个湖 因为有铁路站 所以那些部落就在聚集聚居 很值得走的 今天的天气真的很好 天大地大 吃街又是 好像狗糞似的 2016年最后的一天 现在下午点几钟 我们玩完阿里山看日出 和奋起湖 又回到四季星空 我们的民宿 真的很好地方 很香的 整个区有很多花香 一流 今晚看云海 这家民宿周围都是花 真是好正 这里老板的车房 又是花 真是好美 很漂亮 其实我们的房子 有一个很大的露台 远跳山景 看 你看 看 今晚就会看云海了 5点多钟 整个阿里山都是茶园 来的 我们后面 我们民宿的房间 后面已经是茶园 稍后我们会上去走 2016年最后的一天 黄昏 4点半 我们走到茶园 整个山都是茶园 来的 预备去看夕阳云海 目色开始四盒 远处都见邪阳 老板说 这几株松树 就是个记号 在哪里 看夕阳云海 目色四盒 看这片毛竹 多漂亮 我们的民宿就在山下面 山腰 太阳就在云里面 我们看云海 斜阳 2016年最后的一天 今早我们在阿里山成功 看到很迷人 很震撼的日出 现在在民宿上面的茶园 的山坡上面 感谢天父 给我们看云海 和日落 真的好漂亮 我一天里面可以看完 感谢天父 太阳白白回家了 再见 再见 2016 最后一个日落 今早我们也送别 最后一个日出 在阿里山 在阿里山 感谢主 拜拜 拜拜啦 再见太阳伯伯 好 他真的回家了 我们明天离开阿里山,又去台中市玩,清休又回归热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2017年1月1日上午7点正,我们现在在民宿在阿里山看今年的第一个日出 acional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除了第二天有少少雨之外 天天都很好天 我們送別了去年的日出 和日落最後的 迎接了今早 2017年第一個 日出 嘩 鷹啊 專車又來接我們 車回我們去台中市 台中市 我們就回台中 玩多三天 現在是行程的第五天 感謝主 行程尾爾一日 2017年1月2日 星期一 我們來這裡做什麼呢 賞梅啊 這裏就是一個小學來的 也是一個 梅圆 軟處你以為是樹枝 其實不是的 是有開到的 白色的梅花所以不覺得 當然不燦爛 因為現在涉事二十七度都有 在護助國民小學 走進來呢 就來到這個叫做鵬家梅園 你看看一些梅花 它現在呢 有些開了 有些未開 你也別說 都很燦爛的 不過今天呢 涉事二十度都有 現在 二十四五度 說錯了 二十六七度 應該有 好密的 這裏呢 這裏呢 整個山 整個原野 都是梅花 因為梅花是白色 所以大家不覺得的 其實都開得很燦爛 雖然很熱 現在我猜 真的有涉事二十七度 2017年的1月2日 流汗的 可以 真的瘋了 天氣 有幾家人呢 住在仙境裏面 我跟他們聊天 他們竟然留我們吃飯 不過我們當然不會 他們很熱情的 叫我們坐下 他們多熱鬧 他們根本就住在一個花海裏面 後面那些就是梅花來的 哇 仙境 正在吃飯 不過我們不會打擾人的 開了口流我們 我們 我們在南投縣仁愛鄉 互助小學 上元梅花 來到一間好地道 有生地人開的食肆 看 多正 hello 很有氣氛 我們來到這個 微原部落 微原部落 旁邊是巴萊 不知道是否是蔡德克巴萊 仍然在仁愛鄉 太陽 很熱 但是 二十七度 是2017年的1月2日 今年是27度 是晚度有些汗 我們遇到好人好事 何先生就是台灣人 力邀成邀我們坐他的車 順風車 從仁愛鄉到台中 真的很感激 去普利酒廠 真的很感激 我們拒絕了 他去巴士站找我們 要我們上車 或者去台中 不如我們說去普利酒廠算了 2017年的1月2日公眾假期 我們現在在中校路夜市 只是黃昏6點都未夠 嘩 假期真是假期 黃昏幾多周圍都是人 我們現在又是去之前吃過那一攤 吃火鍋 每人幾十塊而已 很飽的食道